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长期股权斗资权益法核算 这个内容相当多 那么我前面说过了 我们这张内容重点就是俩 一个权益法 那么一个就是什么 转换 那么学到现在了 那么这个是特别重要 特别爱考 首先长期股权斗资权益法 那么和成本法 在核算的时候 不一样的地方啊 看好了 首先要设置四个明细科目 这四个明细科目是 投资成本 随意淘整 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权变动 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这四个明细科目 一定要注意 它对应的这个类别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 随意淘整对应的 背头单位的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 对的背头单位的 其他综合收益 除此之外的 对的是其他权益变动 我后面还会详细的介绍 这一个 再一个问题要顺便说一下 权益法 它的本质特点是什么 权益法的特点是 随着背头单位 所有者权变动而变动 背头单位 所有者权益增了 他增我增 你知道吗 他减我减 只要背头的 所有者权益变动了 那么我在这都应该调整 那么具体来讲 第一个背头单位 利润增点变动了 我们要通过 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 所以调整处理 对吧 背头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 他增点变动 我也跟着变 我要借长投 二级科目 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第三个 背头单位 除了净利润 除了现金股利 除了其他综合收益 以外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那么我在这 借长投 二级科目 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所以权益法特点是 随着背头单位 所有者权的变动而变动 来调整我的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所以我的最终的 长期股权投 账面价值的金额 那么与背头单位 所有者权 长持股比 这俩金额应该相等 在没有商与的情况下 这俩金额一定是相等 好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好 下面我们一个来讲 第一个明细科目 是投资成本明细科目 这是第一个 下面来看 投资方 取得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的投资以后 那么对于 也就是初始投资以后 初始投资以后 初始投资以后 对于取得的 投资时 初始投资成本 停 你们谁能告诉我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什么类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什么类的 看我说对吗 初始投资成本 应该等于是 实际支付价款 或公允价值 加上相关税费 作为 权益法核算的 初始投资成本 我说对吗 没错 没错 没什么 家相关税费 好 与 应享有背头 单位 可辨认 净赞 公允价值 份额 之间差额 怎么处理 两种情况 一 如果你的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 取得投资 使应享有背头 单位 可辨认 净赞 公允价份额 的话 大 多给钱了 那么该部分差额是 投资方在取得 投资过程中 通过作价体现的 与所取得股权份额 相对应的 商誉的价值 不多给钱了吗 人家不舍得卖 那我加钱你才卖的 比如说我应该投资 100万就够了 对吧 那人说了 100万人不卖 那我给150 多给钱了 多给钱的 这部内容 不就商誉吗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需要对 长头账面价值调整 所以这就省事了 所以注意 这里面包含一个 内涵的商誉 这有个内涵商誉 但是这个商誉 是不走账的 现在是不编分路的 好 第二 如果你的初始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是应享有背头单位 可辨认 竞赞 供引价份额的 那么二者之夜 差额体现为 双方在交易过程中 转让方的让步 视同为什么 转让方对我的捐赠 比如说我应该投资100万 应该给100万 对吧 人家才卖 人家对方急于出手 急于出手 赶紧把他卖了 完了 好这么着吧 应该给100万吧 这么着 给80万吧 我给80万 少给20万 少给20万 不就等于转让方 对我的一种捐赠吗 所以该部分的经济利益流入 应当介入取得投资 当期的营业外收入 所以一方面 要借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 投资成本 同时还应该代替 营业外收入 出来了 好 这就是第二种情况 是需要调账的 第一种情况 大不调 第二种小要调账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很多学生呢 第一次学习的时候 老问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应享有背头单位 这个背头单位 可辨认 净赞 公元价 老师这数是 是已知的吗 是已知的 考试时是给定的 实物中这个数 可以通过自然评估 来评估出来 好 下面用例题来说明一下 二三年一月份 A公司支付价格是 六千万 取得了B公司 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在取得B公司股权之后 能够对B公司 施加重大影响 这一看施加重大影响 那么就权益法了 不考虑是非 假定一 取得投资时 背头单位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一万五千 好 公元等于账面 这省事了 假定二 投资时 背头单位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还是公元等于账面 改成了两万四了 刚才是一万五 现在两万四 两种情况 我们看看账务处理 怎么处理 要求编制分路 那么先来看 第一个 那么假定啊 快处理 快处理在 初始投资时 借长投 二级科目 投资成本 待机银行 存款是六千 这资料给你了啊 那么需要不需要 对初始投资成本条 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来看一下啊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六千 大于取得时 背头单位 大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背头单位 可辨认精湛的 公益价值份额 有一万五乘百分之三十 一万五乘百分之三十 多少 是四千五 六千大于四千 多给钱了 多给钱了 多给人家一千五 那么这一千 我不需要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就完事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我来看第二种情况 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投资成本 那么金额是多少 金额是 可辨认精湛的 公益价 两万四乘百分之三十 是多少 是七千 大于银行存款 只给六千 少给多少 少给人家一千两百万 带营业外收入 那么这时候需要调了吗 需要调了 听大家问题 这笔分钟 到底写一笔 写两笔 随便都可以 那么中处写公布答案 两个答案都给分 写一笔 那么就是我这个 写两笔 借长头 带银行 是六千 还有一个 再借长头 带营业外收一掐 两笔也好 一笔也好 无所谓 这可以 好看理由 那么由于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是六千 注意初始六千 别跟我说七千二 初始投资成本是六千 小于取得投资 是应享有背头代位 可辨认精湛 工业价份额 有七千二 有六千 小于七千二 少给人多少钱 少给人家一千二 转让方对我的捐赠师同 所以这一项 我们在这应该调整营业外收入 就可以了 这是初始投资成本 加以调整 权益法下 有这么一特点 快速回答 上述假定二 初始投资成本多少 六千 调整后的金额多少 七千 没错吧 所以初始投资成本六千 调整后的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及格七千 那么再一个营业外收入 一千二 是否记入应纳税所得 而不记入 税法不认可 税法中不认可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它只认可成本法 所以就这个营业外收入 从税法角度来讲 是不认可的 所以我们在这需要纳税调减 给它减出来 因为增加了税钱利润了 所以要纳税调减减减 好 下面来看21年的考题 这个题我觉得挺好 这个题 这题目相当综合 你别看单项选择题相当综合 下面来看 20年发生投资事项如下 一 银行存款300万 300万 购入了银公司30%的股权 交易费5万 当日 银公司净赞的供应价800万 对银公司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施加重大权益法 那我问的问题出来了 借长头按什么金额去 不就是供应价300 加税费吗 有税费吗 有 税费是5万 那么等于305 这边有了吧 第二个 通过发行假公司股份方式 购买银公司20% 20% 全益法 发行股份相关的佣金 首席8万 这8万进哪 进入投资成本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发行股票的佣金 设备 是基于资本攻击 充资本攻击的 投资日 假公司 发行股份的供应价 是450 是450 可变成竞赚的 什么金额1500 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那借长头金额 借长头金额 就是450 那么那个8万 是充资本攻击的 三 同一控制下 一看同一控脑海里头 立刻显现出来 同一控制 按什么金额借 按份额借 所以同一控制下 合并中购买 丁公司80%的股权 购买价格没有 交易费用 10万走管理费用 那么丁公司 竞赞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600 公允价800 那么这时候 你借长头 按什么金额借 按份额借 是竞赞的账面价值 是600 乘600 乘以80% 68480 对吧 68480 不就完事了吗 好 我还想接着走 四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中购买物公司 60%股权 非同一控制 那么支付价格是1000万 相关交易费用是20万 那交易费用20万走管理费用吧 那么借长头是多少 借长头1000 对吧 借长头1000 对吧 那我来看看啊 刚才我讲的一个对不对啊 第一个365 300这个不对 458 455 那么这个也不对 对 丁公司长期股权都初始计量800 800也不对 我刚才份额是68480 也不对 那这个呢 最后一个这是多少 非同一控制下 这个对了 所以答案当中啊 正确的只有一个递选项 正确就一个递选项 对吧 好 下面我们把过程再说一遍 第一个资料再说一遍啊 那么第二个资料呢 是发行股票 还是权益发 发行股票 那么金额是什么 那么公允价值是450 公允价450 那么这个金额就是450 那个那个8万呢 是充资本攻击的 那么这个1500干嘛用的 算多给钱少给钱了 人家现在问都是初始 跟多给钱少给钱没关系 人家问的是初始 这不全是初始吗 对吧 那么这一个 再往下接着走呢 同意控制下合并 同意控制下合并 借长头按什么金额借 那么按照份额借 6868 600万乘180 那么这也不对 那只有D选相对 对吧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D 所以来看一下 假对投资 365刚刚说过了 正确 所以A不正确 那么再来看啊 假对丙投资 能够施加重担一下 那么就是发行股票的公元价 450 就是450 那个450 那个手续8万呢 是充资本攻击的 充资本攻击的 同意控制下按什么金额借 按份额去借 68480呀 只有D选项正确的 就是那个1000 这题我觉得出特好 这题 这题在我的应试指南中 就类似这种题目 好 这是第一个明细科目 第二个明细科目呢 是随调整 随调整 记住适用的范围 范围啊 就这个最难的 我告诉大家 大家学习的时候 就卡在这了 特别讨厌 特别麻烦 这个东西 那么适合范围 记住 背头单位 利润增了 第二 利润减了 就亏损了 利润亏损等等 第三 现金鼓励 就那么三个东西 实现利润 发生亏损了 现金鼓励 就是三个内容 但里面包含内容特别多 还有设计的 合并范本内容 好 下面我们一个来讲 第一 背头单位 净损益的调整 这个净损益 包括盈利亏损 在采用权益法 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候 在确认应享有 或应分摊背头单位的净利润 或净亏损时 在背头单位 账面净利润的基础账 我们应该考虑下列因素 加以调整 换句话来讲 不是根据背头单位 账面净利润 成持股比例 我借长头代投资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对背头单位 实现的净利润 加以调整 调完了以后 再长持股比例 借长头代计投资 所以 好 第一个 背头单位采用的 快计政策和快计期间 如果与投资方不一致情况下 那么应当按照投资方的快政策 一 投资方的政策和期间 对背头单位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在此基础上 才能 确认投资收益 这明白了吗 好 所以双方政策不一样 要加以调整 听懂了吧 很简单吧 好 我问一件事 我对你投资 我对你投资 持股比例 20% 权益法 没问题吧 你们的折旧 你们的折旧 用的是加速折旧法 我的折旧 用的是直线法折旧 在这种情况下 问大家需要调整吗 这个调吗 这个 你是加速我直线 或者我加速你直线 随便 反正咱俩折旧方法不一样 需要调吗 不需要 凭什么不需要 凭什么不需要 人家说的是政策 折旧方法不属于政策范畴 是属于估计范畴 所以记住估计是不需要调的 人家说政策不一样 政策不一样的话 要加以调整 那么以谁的政策为准 以我的政策为准 我投资方的政策为准 不就完事了 听懂了吗 好 以后河边报表 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统一政策 没听说过统一估计 没事 听说过统一估计 好 第二 以取得投资时 背头单位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 供允价值为基础 记忆题的折旧和摊销额 以及有关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等对背头单位净利润加以调整 这个内容要顺便说一下 这个内容为什么要加以调整 因为我投资时点以固定赞为例 以固定赞为例 比如说投资时点 投资时点 比如什么投资 比如说我2023年1月1号投的资 投资时点这一天 我对你投资20% 你们有固定资产 你们的固定资产 你们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假定100万 那么我一评估 供允价是150 评估增值50万 那么增值的50万 这个内容已经含在了 我们讲的第一个内容 可辨认精赞的公演价中了 既然你含在可辨认精赞公演价中了 那么以后 你们提折旧的时候 你们还是按照账面价值 为依据提折旧 但是从投资 你和我是一个投资 这个什么 这个投资这个范围 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在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之内 我对你投资 在范围之内 我们应该考虑什么 我们应该按公允价值提折旧 就咱俩之间 就咱俩之间 在这个我们的小圈之内 在我们小圈之内 我们是一个什么 我们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共同体了 是个共同体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加以调整了 所以再强调一下 如果有评估增值的情况下 咱们还是说固定赞 你们的账面是150 我一评估是150 所以增的这50万 已经含在了可辨认精赞供应价中 而可辨认精赞供应价 我已经调了什么 我已经借长头 有可能带营业外 或者包含内含商与 已经含在了长期股真头 账面价当中了 所以以后 那么这个折旧额 你们背头在那里提折旧 还是按账面价提的 但是从我这个投资方的角度来讲 应该供应价值150为基础 提折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要考虑什么呢 要考虑补提折旧问题 好 此外 这个此外了解可以了 如果背头单位发行了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可累计的优先股 永续债等类似的权益工具 注意 前条件是可累计的 那么无论背头单位 是否宣告发放 优先股鼓励 我们投资方的计算 应享有背头单位净利润时 这部内容都得给我扣掉 因为它不是我的 因为可累计 因为可累计 只要是可累计的情况下 那么这部内容 不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是属于优先股 优先股 或者是什么 永续债等权益工 是人家的 不是我的 所以要扣掉 所以可累计的 要扣 不可累计的 宣告扣掉 不宣告不扣 明白了吗 这个内容 河滨报表中 也是这东西 和它一模样 好 接着看 投资企业 根据调整后的 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 调整后了 那么计算乘以比例 叫分额 我们才编这一笔 借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 审计调整 代计投资 所以亏损做反分路 好 就这个内容 说实在挺难的 挺难的 好 下面我们看例题 奖公司 奖公司21年1月号 购入乙公司 20%的股份 购买价格2000万 并自取得 之旗 派一名董事 看见了吗 一名董事 参与 乙公司 财务生产 经决策 一看到这句话 就应该知道 具有重大影响 取得投资质 乙公司 净资产的 供饮价是6000万 好 6000万 好 接着看 供饮价和账面价值 有差 这个差 在下面表格中告诉我们 第一 存货 评估增值了 评估增值多少 评估增值200万 哪来200万 看到了吗 700和500的差额 供饮价评估的价值700万 但账上是500万 所以评估增值200万 知道这数怎么来的了吗 构级关系 我给你写特清楚 叫第一个 第二 固定赞 评估增值400万 400万怎么来的 那么供饮价一下 供饮价一下 那么账面价多少 账面价值是800 是1000减掉200 800 那么这块不是400了吗 对吧 再接着看 预计使用年限20年 以提折就4年 尚可使用年限16年 20减4等于16 这个内容 这两年的考题简单 我告诉大家啊 机考以前 机考以前 2012年 2012年机考的吗 机考以前 我告诉大家 就这个内容 得自己算起 这个16年 自己算起 你记住特点啊 你算出了 老师我算出来 16年零一个月 你错了 老师我算出来 16年零八个月 你错了 老师我算出16.5 有可能对 考过吗 考过类似考过 7.5和2.5 记不清了 圣野限 2.5年 7.5年 忘了 记不清了 反正有这种题 一般来讲 都是整年 记住 都是整年 算出16 16年零一个月 完了你肯定错 16年零11个月 肯定错 记住 好 最后一个无形赞 评估增值320 怎么来的 公允价800 减掉 他们来一减 账面价值 那么算出320 预计使用年限 10年 已摊销了两年 那么10减2等于8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 这张表 不是拍脑子出来的啊 是有勾计关系的 咱以最后无形赞为例啊 无形赞 这120怎么来的 这120是原值600 除以10年 乘以2 26 100 你知道吗 这都是勾计关系 不是瞎 瞎给的啊 那个固定赞呢 那个200怎么来的 不就以前除 除20年乘4年吗 那么算出已提折就吗 对吧 所以这个数都有勾计关系的 都是勾计关系 好 这是有三个内容 评估增值了 上述固定赞和无形赞 为对方管理部门使用的 好 都是用直线法 提折就摊销 只要一年末 假公司取得投资时 已公司账面存货当中 卖掉了80%了 第一年卖掉80了 好 那么第一年实现的净利润 调整钱的利润是 1225万元 双方政策基因一样 到了第二年 22年亏损了405万 那么上面的存货全都卖 还剩20%存货全卖了 没有内部交易 好吧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 21年22年末的相关会计分路 好吧 假公司在确定期 确定期应享有被投单位净利润 而确认投资收益的时候 应该在 已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基础之上 根据取得投资时 有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元价的差额 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在这儿不考虑所得税了 进行相应的调整 必须要加以调整 因为投资是有评估增值 而评估增值的这些内容 而评估增值这些内容 已经含在了可辨认竞赞的公元价中了 已经含在可辨认竞赞公元价中了 所以后面存货卖了 我们补提折旧补散销 我都得考虑吗 都得考虑 好 这是一个 往下接着走 21年末 我们确认投资收益 来看一下 调整后的利润 有方法一和方法二两种情况 目前考试用的比较多的是方法二 书上讲的方法一 我把方法一和方法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面来看一下 调整前利润已知不说了 是1225 1225 这俩有了吧 好 第一个 存货至年末全卖了 存货全卖了 评估增值200万 全卖了 跑哪去了 跑到营业成本中去了 借主营业务成本代计库存商品 卖了吗 那么借了主营业务成本 利润是不是减少了 是啊 是减少了 所以这块是减掉200万乘80 200万乘180 换句话来讲 背头单位 他在节转成本的时候是按500万 转的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代扩存商品 但从我投资方的角度来讲 应该节转700万的80% 等于对方少节转了 差额200万的80% 我替对方节转少节转的销成本 所以前面减号 借主营业务成本少节转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固定攒 方法一 这就不一样了 方法一 方法一 先来看啊 那么从我们投资方角度来讲 应该按照供引价值 1200 除以上可使用年限16年 除16年 按照这个金额来提折 扣掉他已经提了折旧 那么1000出20年 补那个差 补那个差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啊 方法二 你可以这么算 你直接用评估增值的这个金额400万 直接拿400万 除以上可使用年限16年 也能算出来 这不更简单吗 所以上面一枪 除16年 减到1000出20年 就是400除以上可使用年限16年 明白了吗 最后有无形三 无形自然 公元价值 评估价值 公元价值多少 是800除以上可使用年限是8年 扣掉他原来 按照原来的原值 除以原来年限10年 那么这个内容 为什么前面减号 折旧和贪消 为什么前面减号 替对方 替对方补提 少提的折旧 少提的贪消额 所以前面减号 方法二呢 更简单 方法二 直接拿320 直接拿320 除以上可使用年限 8年前面减号 前面减号 调整后的净率是1000 看见了 两种方法都告诉大家了 好 调整后利润1000有了 再乘持股比例20% 算出200 分路 借长期股价投资 二级科目水调整 代际投资收益200 出来了 所以麻烦就麻烦了 投资10点的调整内容了 好 第二年 二年 那么亏损了405 亏损405 所以调整 负责405 减掉 存货 还是得存货 还是200万 还是200万 治年我全卖了 80卖掉 还是20 这20也全卖了 所以我用方法二了 再接着减掉补提折旧 那么固定资产 补提折旧 400除以尚可使用年限16年 再接着减掉 无形资产 320除以尚可使用年限8年 调整后的利润 负的500亿 或者是亏损 挣的500亿 那么长完持股比例 20% 算出102 做反分路 调减账面价 对方亏了 我调减 对方利润增加了 我调增账面价值 所以借投资收益 再长投 二级科目 损益逃整 102 所以这些题做多了 自然就会了 做多自然就会了 所以这个内容 告诉大家说一下 我发现的问题 很多学生他触 他害怕 一看到那种题 就脑就大 一看到那种题 从心里头就反感他 就反感他 那不行 要反感他快 这样东西反感上多了 我还反感他 反感上多了 那真不行 你知道吗 所以就得 赢得困难去上 赢得困难上 好 这是一个内容